113. 星島日報 淑咖啡耀添一杯 2015年5月9日 馬經 H09福至心靈張福元今天是主席賽馬日 加上皇太后杯,因此十場都市杯賽 電腦也懂得開橫小,九場鑽灣賽事中 莫雷拉、鄭宇田及梁家俊各有兩場抽一檔 反而潘頓全抽六至十一檔,真巧合也反映運道了 莫雷拉只欠四場頭馬就平位達紀錄 今次座騎多而不算強橫 第一場五巴黎第1650米 歡欣門賽上帳後賞如非贏同情 但第班馬可亦未必可載,今次可勝也可大敗 大雲伯樂上帳出擊而負於歡欣門賽兩馬位 今次排九檔上可,仍可增三甲 野外桃源只於一千米直路賽爆大冷贏一次 以後未再勝而不斷入二三名 今次降班有利,以往跑四次同情入位兩次 配拍寶及抽六檔都好,可入位置 家有利上帳拼失三甲,但側身馬可更多一次 結論是有一半馬匹爭於今季五二六場次的同情跑過 但第班馬演出不準,要小心 第二場四班二千米今季五一五場次同情 可作曲膽、紅白的彩衣及所述馬房都急進 贏完千六米即加程再拼 今次檔位一半,作配 自動導航上帳於谷草大疫死火 今次抽到賞曲率達五成的四檔,仍要兼顧 但本身始終較善來地,有二大事延期報名加入 平分已低於一年前再同情串 是十二分,可輕鬆入三甲,而兼顧 第三場四班千四米藍雪山上帳影 贏勁進高飛取曲,本身是一節的難贏 慧之王、江箭頭馬和美之寶再出有贏 今次偉達取騎,而串 加入,正白旗上帳再同情大敗 今次用十磅仔於外當喜報應搶放,可憎三至五名 幸運才子上帳有於泥地爆大冷,不敢說不合草地,可勝也可大敗 古狼花園上帳跑谷草一里中段甚敬而包尾 蘇寶羅馬防徵取低潮,指而冷靠 多多快貴中讓兩磅下扶於今前路四分三馬位 今次讓四磅而大家都抽外當,只可增三四名 分兩組後水準拉低,所有馬都此事而貼 A,迎風進區搭旅程第四場四班千四米迎風進區 已於排位前介紹,抽到勝出率最高的而當 可作固膽,大迎來已於此情連接 但同轉馬帝保來仍要已救,前驅應無可保留 正義旅程上帳有決心,於直路法力之時受阻 令潘頓墮馬,今次有正常備戰,可修復前失 名區已勇及可辦到此情,但跑了三十一場未贏 不宜太順利,勝在孫達至馬房有決心,可冷靠 雙龍出海十歲馬至於下兩個月競賽生涯,應必平 但在第四班只可增四五名獎金,以作四重彩腳 第五場四班千二米雷神上帳遊小帳跑 未能交出最佳水準而拼失補球 今次補入用國能,可作為望贏 炸魚薯條上帳搶放兩段,會氣不及落敗 但狀態已起,再減分已可留意,補入而用偉達配搭較奇怪 馬轉明星上帳突然會湧湧出前速,此匹大步馬翻步不快 此時合千四及千六米,但實時千三米馬 而身先下跑千二米,秋十四檔對其影響不大 減分已足,節算老退也足以增盛 花紅上帳抽十四檔失地太多而大白包尾 雖抽內檔也有戒心 第六場三班泥地一六五零米兵工廠今季大勇大熟 四隻後形未皮 上帳於谷草一里也跑第六 今次泥地首本,抽到串 律似高的四檔,可錯三亡二,而作 律似膽,見開心是鐵馬 今季第十五次上陣了,只跑一次此情即贏 排中檔仍可爭三甲,經典王牌已於此情四折 今季多跑狂減分,上像於不利追的場地跑第二班錯也得第六 鋼班有利,但若配可勝不穩,開心旅程上像已在此情上名 今次強配及抽好檔,當然要留意 但不可因他在紐西蘭二級賽入位而高估,奪目商人排一 當可爭三至五名,第七場三班一千米香村輝煌形大勇 但由於連接加二十一分太多太快,更像只可入位置 上像抽一當及讓十八磅財富於中心二棄一馬位 今次當好得多,只讓九磅已可反先,就位望贏 武林高手上季初來港不久已贏馬,給予人高質假象 原來只是極早熟,至於七十多分不斷入三至五名,減了兩分後位達載 在茄及抽到十四檔,可錯三望二,因爲上星期直路賽看台一方的草極硬 情況有來,電子群應一出職勝,再出副頂磅財影輸 今次升班及輕磅加好檔,可以一戰,直陣陷化新浩南第八場三級賽 在二千四百米,河南新勝二千二百米,今次加成二百米,減兩磅更好跑 仍可增三甲,上像他坐兩匹八舊馬,今次八舊用四驅為功了 舊女桃花心是香港平貴軍,跑兩次同程都第三 當有實力,但負重磅或會被輕磅馬所制,仍可作指定第三為四重彩腳 八舊出四驅,直陣陷於打M,游莫瓦力追,邊場莫及指寶Q 今次加成及偉達上陣,輪血統有一半機會可扮到此情 因爲家族內有跳欄馬,極速想像受讓十九磅也追不及學難 今次只受讓十五磅及十七分跑,只可增三四名 威風猛將想像跑第三,今次加成更合,因爲上季四歲已於此長跑 第六,今季高了十分而指小虎一檔,可坐三望二,肖家軍出三驅 聰明才智由大摩吹虛後想像成大熱門,偉達騎來不猜而對三甲馬全無威脅 今次超兩磅也二配雷神,可入三四名,格戈爾是此菜上街盟主 當時爆大冷奪標,今季評分一樣而不必負頂磅此更有利 但繼內演出平平,此非主力,長途賽得讓磅及騎士功力極為重要 因此提供值震撼為正選,河南要讓四磅試次選,佩格可考慮威風猛將及桃花心 今象士百舊、蔡舊及蕭家軍之爭,英明神勇馬上發第九場三班 1,600米英明神勇上象初上1,600職勝及信心十足 由於步速萬要前領,望空泰狗才差點被贏到爆追及 今次被戰職極似想四折,但重磅略有阻力,而作固膽,跑第二或仍可留於二班 馬上發財上星期已見身輕及無勇,但前段可放二流 今次抽到一檔,如順放可增入三甲 金剛仔於四班開齋,升班後連席出色,能受讓六磅贏超有利 後驅再出有贏,他加七分不可,但今次抽十三檔略有影響 索咖啡想象用九成九力財保Q,似乎不值追捧 但由於頭馬天才太驚,前驅均速不跟前而居中 今次如根於二至四位,仍可穩位望贏 前將他在同程讓兩磅而負於金剛仔兩馬位,今次受讓五檔 來回數七檔剛好拉平手,如有七倍值WP下注,讀句為眼狀態二九成多級跑近 由於台形好,已有不少人開始追捧,今次喜用雷神更熱 但老張提醒大家,此驅指示澳洲已浮頭馬,如不進步的話 來港只值六十多分,贏到爆已勇,貴宗贏谷草一里後不再急進 上將萬步速也追入去,今次潘頓再騎當有一定機會 首飾媽保形勇,此情也擅長,不可盡望 結論是英明神勇上將贏馬時速平平,今次要揚索咖啡十六磅太多 顧列為此選,取索咖啡為Q膽,再拖馬上發財及金剛仔 萬馬奔騰爭首席第十場二班千四米萬馬奔騰 總計初於此情讓一磅而負於充敏不凡一馬位,後驅剛於九十五分水平跑第二 前驅留於八十三分跑二三班混合賽事極有利,穩位望贏 旅遊首席逢出必熱,每場都合跑近而未贏,雖略超三班 但仍要略進步才足以罪二班言勝,今次抽到上名率最低的十檔 作配教合,天時進區保入於五檔起步,此區今季旅拼失守而補救,跑三次同情得意 三及五名各一次,加上跟其保入馬上名率亦高,全此不兼顧以違反統計 センター 例如較長,選舉犯市大學和教育 段稍 cease